牙醫診所粉絲專頁上 還可以看到一張張合照 照片裡牙醫師王冠中 與員工們玩遊戲 交換聖誕禮物 笑得好開心 完全沒有一絲架子 他對後輩的提膝照顧 那是沒有話說 任何人有醫療上的問題 他總是熱意的去幫他解決 熱意去幫他們上課指導 回憶起王醫師 好友語氣接盤是不捨 開設牙醫診所20餘年 55歲的王冠中 藝術精湛 為人親切 服務周到 周邊的人對他評價都很高 該動的張欣保全更說 王醫師洗牙拔牙 只要是住戶 連同掛號費都只收100元 他是平衣 蠻有名的 平衡很好 連粉絲專頁的評分 都是完美的五顆星 如今卻殘遭砍死 令人惋惜 牙醫診所的粉絲專頁 更湧入許多哀悼留言 有立志員工不捨表示 工作期間大家都很歡樂 醫師和牙柱都很親切 看到消息很難過 另外還有病患留言 去年才到這裡看牙 醫師的耐心與專業技術 令人敬佩 發生這樣的事情 真的很不捨 大家認識他的人 都知道 他就是個大好人 能夠得到一面倒的好評 顯示王醫師做人成功 意外來的實在太突然 只願這個好人能夠安息 一路好走 今天連下期將警辰 台中採訪報導